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重点讲了关于美学的本质和美学的规律这部分问题 但是这里边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讲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要是针对这门学课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说肯定也需要看一些书看一些材料 我已经把一些材料 西方美学史的一些材料 发到了这个超新学习通的资料部分 我发了几本书 包括咱们这个教材的PDF版本 我都发到上面去了 大家有空去看 有空去看 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 比如说我上课那点讲的还觉得不够 或者还是不够清楚的话 你可以去看 就因为我发了两套西方美学史的书 然后还有几本教材 你可以看教材当中 以及书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你更加全面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而且接下来我讲的内容会比较快 然后我重点就是这节课要把中世纪 然后英国经验主义启蒙美学都要讲完 然后接下来我下节课重点要讲的就是康德 接下来我们先接上节课 确实上节课有一点没讲完 第一个是美和美的本质规律 第二个就是美学 神圣秩序的证明 首先从逻辑上看 就是人类最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要找美的规律 要找美的本质 然后到柏拉图那里 他就把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 现象世界 本质世界 美一定属于在本质世界当中 始于那个理念世界当中的 但是他也搞不清楚 说不太清楚 那个理念世界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认为肯定有这样一个理念世界 其实这个背后就涉及到一个思维方式 就认为美是纯粹的客观的 但是美的客观论 如果走向极端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很 至少有两个倾向 一种倾向就是神学论的倾向 就什么意思呢 就你不是说美是客观的吗 那你要告诉我 那个客观的东西在哪里 你能不能通过一个科学的方式 就是证明那个客观东西 那客观的东西 如果不是一个客观实在物 比如说你说美是一种规律 那那个规律 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你需要进一步去证明 但是这个证明你会发现 到今天为止 比如说关于上前课我们说的 关于0.618 为什么是0.618 我们现在说不太清楚 所以说到最后 那你要去证明它 就会走向什么呢 就会走向神学 我没办法说 那怎么办 我就找一个 有一个造物主 有一个上帝 然后他制造了这个规律 然后接下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去运转的 那这是一种倾向 就是客观论走到极端 会走到神学论 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客观论 它说不清楚 到最后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什么呢 变成主观论 客观可能真的不存在 可能美是主观的 而历史的发展 也是正如这种逻辑的发展一样 一方面走向了神学论 一方面走向了主观论 我们首先接着上节课说的 我们走向了一种神学论 这里边要介绍几个思想家 第一个是奥古斯丁 古罗马的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奥古斯丁这个人呢 在整个西方 尤其是在基督教神学界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奠定了一些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基督教很多理论 都源自于他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关于这个基督教说的原罪说 人每个出生都是带着原罪的 当然人出生到底带不带着原罪 在基督教内部就有很大争吻 但是目前我们 目前就是这个原罪说 从哪里来 就从他那出来的 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 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 据说他后来虽然是个基督教 甚至是基督教的教会的主教 但是他在年轻时的时候 是非常的放荡不羁的 经常吃喝嫖赌 就是干一些特别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后来就是经过母亲的教导 深感愧疚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就是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天 就是他来到这个一片 好像是一个公园 然后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反思 自己的之前的这个前半生 然后觉得自己之前前半生 过得特别迷茫 然后开始忏悔 开始流泪 这个时候 当然这个故事 我很怀疑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这个时候 突然间他就听到了远处 有一个孩童一般的声音 就对他说 打开那本书吧 读一读吧 然后他就发现 这个手边真的有一本书 是什么呢 圣经 然后他就读了圣经 然后一读 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就加入了基督教 然后基督教之后 还升为了教会的主任 这个教会的主教 然后皈依基督教之后 他发现 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上帝 他就觉得上帝是最美的 于是接下来 他的所有的美 就是关于美的探讨 都源自于上帝 然后接下来 他就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书 就是忏悔录 忏悔录就是他 开始 忏悔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些 对自己早前思想的一个批判 年轻的时候 过分于沉溺幻想 看不到上帝的美 于是他就忏悔录 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 有两本忏悔录 非常有名 一个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还有一个是卢梭的忏悔录 就这忏悔录的一种方式是非常 你要知道写忏悔录是非常的 就是有点作啊 因为等于你把自己的人性当中 阴暗面要暴露出来 就你干过什么措施 当年我是怎么吃喝嫖赌的 全要说出来 这个东西很 很有很不利于人设的建设 对吧 但是他敢写 那么除此之外 他还写过几本书 比如说论三位一体 还有上帝之城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本书叫做论美与事宜 至少从名字上来看 论美与事宜 这本书应该是一部论美学书 但是很遗憾 他王毅了 找不到了 只能在别人的引述当中 看到他这本书当中一些片段 那好 关于奥古斯丁 他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如何看待美的 他认为美的本质是什么呢 美源于什么 毫无疑问 他认为源于上帝 这就是从柏拉图的理念论 其实他一个上帝 跟柏拉图的理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找不到一个 能够找到那个本质的东西 他只能归结于上帝 那么他认为 这个上帝是最高的那个美 当然这个 如果说这个 因为这中间我这列了好多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就奥古斯丁是深受普罗提诺的影响 普罗提诺也有一样这样的影响 他说宇宙的背后本质是一个叫太一的东西 然后呢 所有的事物都是太一的这个分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一个观点 奥古斯丁继承这种观点 他也认为 这个本质就是上帝 然后接下来 所有的事物 那么因为在这个分有的程度不同 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美的阶梯的理论 就是美啊 是分 等级的 最高的级的就是 上帝的美 本源的美 再稍微低级一点是精神上的美 精神的上的美 包括比如说道德上的美 还有艺术美 然后再往下一点的就是物质美 这种区分呢 已经形成了一种 就是我们在美学上 经常要划分美的类型的一个雏形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肯定不会说认为 最高的美是上帝美 但是我们总是认为 美是要分类型的 美是要有区别的 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探讨不同的美 对于环境的美 跟对待 比如说道德上的美 跟对待 就是比如说 就是 比如说现实生活当中 人体的美 它的美的这个因素是不一样的 确切实实也是如此 那 近而言之 他提出了一个关于 每的事物都有一种普遍的特征 每的事物都会有普遍的特征的 那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呢 主要是形式 和数 当然这种形式和数 他特别强调的是 整一 和谐 对称 而且接下来 尤其是这个整一这个概念最重要 因为在他看来 什么叫整一 就是这种和谐达到了一种极致 比如说很多的形状 比如说举个例子 等边三角形 和谐不和谐呢 对称不对称呢 它是对称的 它肯定是对称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 等边三角形的对称 你就是不是那么的完美 因为你并不是说随便画一道线一折 它都是对称的 它只是在特定的角度对称 相比之下正方形 要比等边三角形 要更对称 因为正方形 它的对称的可能性 更多 那好 那相比于正方形 哪个形状是最对称的呢 对 圆形 因为圆形只要过它随便画 都是对称的 所以它认为圆是最美的 圆是最整一的 最和谐的 最最称的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会要解决很多理论问题 比如你既然说明美是上帝 而上帝又是世界的造物主 那你怎么如何解释 世界当中会出现丑这件事情 丑是怎么来的 这是当时的很多的理论家 尤其是这个审论家 无法解释的问题 但是呢 他就认为 为什么会出现丑呢 丑是一种缺陷 某些特征的缺席 这是很 这是怎么说 这是他的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自言其说吧 好 这是奥古斯丁 我们就说到这么多 接下来第二个 就托马斯阿奎纳 意大利人 他出生于意大利 14岁的时候 进入了纳布勒斯大学 然后学习 而且后来就加入了教会 而且特别忠诚于教会 大家都知道 这里边我们就谈到 美学的神学证明 这个时候我们谈到的是一个 很西方的文化史上 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 往往都会被称为 黑暗的社会的一个时期 是什么时期 就中世纪 对吧 就是从西摩罗马利 灭亡到1500年这段时间 大概1000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那么很多人当时 就是一个教会笼罩 宗教笼罩的 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时期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托马斯阿奎纳是一个坚定的 新教教徒 他对于宗教是 当然宗教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教义 就是要禁欲 所以说当托马斯阿奎纳 特别坚定的信教的时候 他父母是很不乐意的 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吧 你要是这么禁欲 强调这么禁欲的话 那还结不结婚 生不成孩子 对吧 于是就想方设法的 把他从教会里边拉拢出来 但是他很坚定 我就要 这辈子要禁欲 以至于后来 他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然后找了一个女孩 勾引他 这里边有一个故事 就有一次 托马斯阿奎纳 有一天回到家里边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他的卧室里边 有一个裸体的女人 然后 他就拿着一把电烙铁 就是铁的烙铁 把这个女人赶出家门 然后以至于后来 赶出 不仅赶出家门 还要再把烙铁在门框上 还焊一下 焊一个标志 以此明智 我不能跟这些世俗的人为伍 不能流于世俗社会 我们现在说 肯定会有人说 这是凭本事单身 但是人家是有追求的 人家是有比较高尚的追求的 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后来进入了巴黎大学神学院 在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时候 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后来亚里士多德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又不爱说话 而且就是沉默寡言 而且也不爱跟别人交流 在学校里有一个称号叫雅牛 就是身材高大 但是又不爱说话 但是当时亚里士多德看到他之后 发现这个人很重要 将来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确实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有一个重要的一本 极大成之作 叫神学大权 神学大权 1500万字 当然应该不完全是他写的 但是你就看见这是一个黄黄巨竹 那好 他提出的一个观点 他为什么很重要呢 就是他提出了美的观点 他认为美这件事情 他说美是什么 美手肯定是通过感官使人愉快的东西 这里边这句话呢 这个观点呢 已经就有点接近现代美学了 第一个他认为美是一种愉快 第二这种愉快 不是外在的客观事物 而是一种感官 你只能通过感官 当然这个感官他指的是视觉和定觉 那么接下来 由此他就认为 美应该只涉及形式 只跟形式有关 不涉及内容 美只涉及形式 只跟形式有关 不涉及内容 而且因为他只涉及形式 他无关内容 所以美有一个特点 无关预念 这个观点已经跟我们后来的 所谓的审美无厉害 无功力 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了 已经有了现代美学的影子了 这是他特别强调的一点 第二个他提出了所谓的 美的三要素 就是那他要给一个规定 什么样的事物是美的 美到底要想成为美 具有什么样的要素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要整一完善 第二个要比例和谐 要有比例 要和谐 第三个 鲜明 色彩鲜明 整一完善 比例和谐 色彩鲜明 而且他在这个里面 还区分了 美与善的区别 这个区分也是颇具现代性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古典时期 一般来讲 我们区分古典美学 与现代美学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标志 就是看你把美跟善 是否做区分 往往古典美学 是不认为美跟善是一起的 就是善就是美 美就是善 比如一个人做好事 那他就是美的 以至于到今天 比如你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 什么最美乡村女教师 什么最美公交车司机 什么这最美大最美 这个最美 我们说的是 这个人长得美吗 肯定不是对吧 我们是说 他做的这件事情美 但这件事情的美 美在哪里 是因为它符合了 我们的这个道德观念 与其说是美 不应该说它是善的 所以说这个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一种美跟善的混成 但是如果严格 按照美学观点上讲 一个人做了好事 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应该是来讲 他不应该是美学探讨的范畴 他应该是伦理学探讨的范畴 而不是美学探讨范畴 所以说 能不能区分美与善 是一个现代美学 跟这个前现代美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但是在托马斯 在中世纪的时候 托马斯·阿奎纳就已经提出来了 他说美跟善是有区别的 善是符合某个人的实际愿望和需要的 愿望需要的 而美呢 是让人愉快的 这是他特别提到的一点 善能够满足人的愿眶 美能够引起人的愉快 当然 他没有严格区分 于是他就说 美是什么呢 美是从某种程度上讲 在他的观念当中 美应该是善的一部分 确实说 美是那种能够产生愉快的愿望 就是你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不见得很多好事 你都能够产生愉快 那么接下来 什么叫做美 美就是能够产生愉快的那种愿望 所以说他还没有完全的 把这两者隔离开来 但是他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这也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不断渐进的一个表现 到此为止 奥古斯丁也好 托马斯阿肯纳也好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美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跟神圣秩序有关 这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跟柏拉图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有的密切联系 但是他们同时也看惯到了一点 就是感官的重要性 尤其是柏拉图那里 在柏拉图那里 他特别强调理性 感官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现象世界都是假的 就像你看到那个火的影子一样 但是在中世纪以来 有人已经发现了 可能美跟感官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他还不敢绝对脱离这种联系 这个时候 这是历史的一个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这段内容 本来应该是上节课讲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 下一部分内容 应该就是第三讲 魅邪本体论 主观论的兴体 与感性学的诞生 主观论的兴起 与感性学的诞生 就刚刚我说了 客观论走到极端 除了走向神学之外 接下来另外一端 因为神学走到 就是一旦神学的土壤 不存在之后 人们不相信神了之后 那你基本上 你的神学的理论 就会崩塌掉 就没有人相信 你这套说法 人们认为上体不存在之后 你就不会认为 那接下来就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往主观论上走 就认为 可能这个世界 不存在于一个绝对的 客观的那个美的本质 美源于什么 美跟人的感官有关 跟人的主观有关 那好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 几个重要的美学理论家 第一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感官与经验的提升 十七世纪英国经验美学 十七世纪英国经验美学 这里边一下就到了十七世纪 中间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在西方 就是中世纪以后 我们一边都说的是什么 什么哪个阶段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确实有很多 但是在美学理论上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建树 顶多是在比如淡丁 一些人物当中提到一些美学词条 但是没有太多明显的 关于美学本身的问题的建树 以后我们再讲艺术美学的时候 会谈到文艺复兴这个时期 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要谈到 是什么呢 十七世纪的英国经验美学 这部分开始我就会讲得比较快 中间会隔了好几百年 好几千年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我要尽快讲到一个人 就讲到康德 当然这节课不讲康德 下节课要讲 康德这个人要讲一节课 所以说这部分 前面这些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而且确实是在整个美学课当中 最开始这部分 美的本质这部分 是怎么说最枯燥的 因为它最哲学最抽象 但又是美学课必须要 刚开始要讲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必须要给大家先介绍清楚 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几个人物 第一个下夫子玻璃 英国的著名的 怎么说呢 这个思想家 哲学家 美学家 文学家 艺术家 他的祖父是英国灰格党的领袖 而且呢 他的祖父是谁的朋友呢 洛克的朋友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 从哲学上 心理学上 洛克影响很大 当然在这我又不太谈洛克 因为他美学上没有什么太多 但是我们要了解洛克 洛克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叫做白板说 我们就简单说 白板说 什么叫白板说 就是他认为 怎么了 就他提出一个观点 白板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出生以后 就是一张白纸 他的所有的观念 所有的情感 都是后来社会给他填上去的 给他画上去的 人出生以后 就是全是白纸 这个观点呢 影响很大 以至于人们的 他就认为 就是说明这个里边就前提后天的教育 很重要 人到底是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于后天的教育 所以说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后来很多人就开始反对他这个观点 而反对他的观点之一 其中之一就是夏夫斯伯利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反对这个观点呢 因为他觉得 人出生的时候 不是白板 人出生的时候 虽然说看上去 好像他没有接受到 现实世界的一切信息 但是 他有一些功能是存在的 有一些感官是存在着的 比如说 这个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买一个手机 刚买的时候 你知道手机上一个APP都没有 一张白板 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呢 往上装APP 于是接下来 在这手机以后 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于是很多人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这个手机之所以有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是我们后天给他装上很多APP的结果 但是夏夫斯伯利说了 他真的出 这个手机刚诞生的时候是白板吗 不是 手机本身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手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功能 就决定了将来 你使用这种手机的方式 的可能性 那么比如说 假设你的手机 连摄像头都没有 你之后再怎么去 去说装相机的APP都没用 那同样人也一样 人出生以来 绝对不是一张白板 人出生以来 看似很多 你没有往上填内容 但是它的功能已经存在了 那么这里边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审美的内在感官说 审美的内在感官说 但有点接近那种感觉 就是第六感 我们现在说什么叫第六感 直觉 但是好像又不是 因为克罗奇有一个观点叫直觉说 那肯定不是那个直觉 就是我第六感 我觉得我第六感 就是好像就能够预料 预想到这种 什么叫做内在感官呢 他说人啊 有外在感官 和内在感官 能有外在感官 外在感官 就是大家无关 听觉 视觉 嗅觉 触觉 这些感官 他有一个 所有的感官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有直接性的 直接性的 就是他绕过 他不是理性的 他是绕过 他是非理性的 比如你摸到一个杯子 你突然间感觉烫 然后你有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 你感觉烫 然后有这个反应 绝对不是理性的 你不会说从理性判断一下 他到底烫还是烫 然后你再做出反应 他是直接的 他直接就做出了一个反应 他这些感觉 都是视觉 视觉上 听觉上 都是一种直接性的反应 但是他说人还有一种感官 叫内在感官 内在感官是干嘛的 他说是辨别美丑的 辨别善恶美丑的 就是人 他认为先天就有一种能力 就是关于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丑的 人先天就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认为白板不对 人这种能力 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你就想 就关于善这件事情 你觉得到底是 比如说就当善恶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 大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恶 这个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就是那个 好多年前有一场辩论赛 好像九几年吧 我印象当中 好像有一场辩论赛 是复旦大学 跟新加坡的哪个学校 辩论一场 叫做世纪大辩论 辩论的一个题目就是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当时好像复旦大学 站持的一个持方是人性本恶 当时那个就是后来 那个最强大脑的主持人 蒋昌健 就是其中一个变手 然后他在里边说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引用了顾成的一首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以此来论证人性本恶 多好 说的多好 然后那这个里边 你会发现在人性善恶的 本身的讨论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假设你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那我请问你 那第一个教导人类 就是有做坏事的人是谁 对吧 那你要说人性是恶的 那谁又是第一个教导人类 做好事的人是谁 那么这个问题啊 到今天为止好像没有 就是因为它是伦理道德问题 比如你看在中国儒家孟子 孟子就强调 人是肯定是人性本善的 而且人是有本的 而且你去读孟子 孟子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说当你看到一个小孩 比如他走了走了 马上要掉到井里的时候 马上要掉到井里那个瞬间 你会不会产生一种 要帮他的冲动 就你帮不帮 咱不说 但是你有没有一种冲动 不要去帮他 你有没有这种冲动 肯定有 他说你只要是人 你就一定有 他说这就是善的那个根源 这个东西是人性 人出生以来就会有的 人就会有 出生以来就会有同情心 就会看到别人不幸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我也会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人性善的根源 那么放到下福字幕里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内在感官 人出生的时候 这个感官 这个器官 就像那个话筒 植入到手机里边 那个器官已经植入到 你内心当中去了 你就会具备这样一种能力 当然这种东西 你要说按照现代心理学 很多人发现 可能未必 可能未必 比如说据说 就是犯罪心理学 有人去研究 就是杀人犯 杀人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很多的杀人犯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缺 他天生就没有 没有同情心 天生没有同情心 那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能感同身受 看到别人痛苦 比如说 假设一个人 手被烧了一下 你宿舍看到 通通的同学 手被烧了一下 你会觉得 他疼 你会跟着 也觉得好像有点难受 有点疼 但是那种天生缺乏同情心的人 看到你手被烧了一下 他会看着你笑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说在捉弄你 他不是任何 他就是感受不到 他不觉得 自己也在难受 这种人就很可怕 这越是这种人 越有当杀人犯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东西是天生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种人 后来就被称为 叫天生犯罪人格 或许 当然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格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或许会有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到底是否存在 这样的一个内代港观 这是很值得去探讨 很值得探讨 那好 但是至少在夏夫斯波里 这看着 他认为是有的 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器官的 而且这种器官是人独特的 动物没有这种内代港观 人只有人具有 好 这个观点的呈现 有着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意义极大 他后来影响到谁呢 影响到康德 就康德的很多思想 在夏夫斯波里那 都能找到影子 只不过他 只不过他没有说出 这个内代感官到底是什么 但是康德把它 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这是他的第一个 美的内代感官说 第二个呢 他认为什么呢 美和善是同一的 夏夫斯波里是典型的自然神论者 所以说他也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自然神的东西 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万物 所以说 他认为自然神是美的一个创造者 当然他也创造了人的这个内在感官 他创造了一些东西 就像那个手机一样 有一个人制造了这个手机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个手机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能发挥自己的这个功用 所以说他在这个里面就车别齐了 说美是什么呢 美 美就是一种和谐 就是一种愉快 而就是一种善 而这一切都是谁 自然神创造的 好 这里边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美善混同的感觉 确实是在前现代当中 很多时候美跟善是不分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夏夫斯波里 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人 就是他的学生 哈齐生 哈齐生 不是哈是齐 哈齐生是夏夫斯波里的学生 在西方文化界 有很多的经典的诗生关系 比如说就是尚内克说的 这个柏拉图 苏格拉底 后来的亚里士多德 这都是诗生 比如说后来的这个 接下来后面 我们美学科叫讲的 弗洛伊德和中格 比如说海德格尔和胡塞尔 等等这些人 都是经典诗生关系 就是诗生都很有名 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种经典诗生关系 到最后诗生都以 什么样的关系为结束呢 就到最后决裂了 闹败了 就刚开始是 老师特看好学生 学生也特别有才 特别争气 但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 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 而分道扬镳 以至于两个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两个人也再也不见面 典型的典型代表 就是弗洛伊德和荣格 据说弗洛伊德 第一次见到荣格的时候 对 就是第一次 据说弗洛伊德 第一次见到荣格的时候 俩人彻夜畅谈13个小时 你要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聊什么 但是非常投缘 荣格不是犹太人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 所以说后来 就是说弗洛伊德 就想把这个精神分析学会 这个头把交易 交给荣格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人感觉 就是搞精神分析 全是犹太人搞的 而荣格又不是犹太人 所以说交给他很合适 这个容易 就是取消人们的那种偏见 那当然后来 因为各种观点 后来就开始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互相之间 包括在文章上 写文章 公开互相骂 这个就很不好 也可以看到西方的 这个学术是有着 典型的 有着反叛精神的 那么哈齐生 跟夏弗兹波里 相比之下 比较缓和一些 夏弗兹 这个哈齐生 一直在维护他老师的一个观点 他也特别强调 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也是那代感官 而且他认 他特别强调 因为就当夏弗兹波里 内在感官说 一提出来之后 当时的很多英国经验派哲学 就观点就抨击他 觉得你说的什么 对 哪有内在感官 你能够证明内在感官的存在吗 你无法证明 于是接下来 后来 哈齐生就说 内在感官确实存在 而且它更加的高级 它高于外在感官 因为外在感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比较的简单 视觉 听觉 味觉 这些 都是非常直接的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的 但是内在感官 它比较复杂 它为什么复杂 因为它不光是生理的反应 它还有一种理性参与其中 它有理性的存在 这就是我上一节课问的那个问题 我说天是冷的 跟天是美的 有什么区别 我说天是冷的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简单的 直接的外在感官 这没有什么太多说 但我说天是美的 你会觉得 这好像是一种 一般的感官的认识 但又不是 它好像加了一些思考 加了一些理性在里面 只不过哈齐生也没有把这个理性 到底是什么说得很清楚 但是他总觉得 外在感觉更复杂 外在感官 就是说天是美的 一定要比说天是冷的 这个感官 这种感官的判断 要更加的复杂 更加高级一些 这就是哈齐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所以说他写了一本书 叫《论美和德行的两种观念的根源》 论美和德行的两种观念的根源 就说白了 审美和道德 这两件事情 源于哪 源于哪里 源于内在感官 这是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观点 而且他认为这种审美能力 跟加副子伟都是限天的 都是自然神创造的 同时呢 他还区分了两个标准 一个叫做绝对美 一个就叫做相对美 绝对美和相对美 绝对美就是本源美 就是你从这个核本身身上感受到的一种美 它是美的一种固有的属性 而相对美是什么 相对美是一种比较的结果 是一种比较绝对性的结果 相对美是一种比较的结果 所以说他认为什么样的是相对美呢 比如说艺术 很多艺术 艺术和所有的绘画 都是要模仿现实生活 现实事物 所以说这些艺术都是相对美 这是哈齐生的一些观点 但是哈齐生的这个观点 基本上跟他的导师是一个继承关系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就不在这儿多说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人 英国经验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代表人物 谁能修末 大家要注意 期末考试的时候 期末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考一道题 填空题 比如问论美和德行的两种根源的作者是谁 明白这意思吧 我没有这么直接 我就是举个例子 当然这种纯背诵的填空题 在期末考试当中只占大概10到20分 只占10到20分 就是不会占的很多 所以说 我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背诵的东西占的分数率一定要小 但是你为了这小的东西一定要背很多东西 我之前看那个知乎上有一个提问 说高考语文莫写6分 值得要背那么多吗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放弃 后来我就看很多的评论 我觉得三观很正 就是你要这么放弃的话 那就可以放弃的东西好多 其实你就是应该就是一点点背 这个东西慢慢积累 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不断积累下来 到时候最后你就不觉得是困难 同样所以说很多 到时候我会期末考试可能会有 作者跟人民之间的对应关系 或者说观点跟人民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 比如说谁提出了内在感官说 明白吧 就是类似这种 好 接下来修默 修默这个人是18世纪的著名的英国的哲学家 思想家 而且在哲学上他特别强调的是不可知论 怀疑论 而且修默的这种不可知论怀疑论 当时摧毁力极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以来 整个西方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 叫自然科学 文艺很多的物理学天文学就开始主段建立 但是建立到一定时期的时候 像这里边就涉及到 因为自然科学的所有的一切的 他的一个逻辑 就是为这个自然界立法 找到一个这个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 那问题来了 修默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他对这个自然科学有很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他就多多少少就有点像我们 你们中学学的那种唯心主义 他是一个纯主观唯心主义者 主观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说 同学们 请问这是什么颜色的 你们一看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的吧 对吧 蓝色的 对 大家看我看到蓝色 你们也看蓝色 对吧 只要你不是色毛 你都能看出来蓝色 但问题是 修默要稍微浇一下汁 你如何证明他是蓝色 你说我看到的是蓝色 大家都知道是蓝色 他说 对 你只能证明到 你看到是蓝色 你不能证明他本身就是蓝色 你看到的是蓝色 跟他本身是蓝色 是两回事 那你说不光我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 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吧 他就是蓝色 那你只能证明 全世界人看到是蓝色 你不能证明 通过他就证明 他就是蓝色 明白这意思吧 你说这个 这不就是杠精吗 对 哲学的很多的探讨 就是从杠精开始 所以说你看 我就特别 为什么我爱看什么多豆瓣 知乎 我发现每个人都是哲学家 真的每个人就是那个 那个变 哇塞 这个水平很高 就前一阵 我就特别爱看 就是对一个 有一个新闻实践探讨 就是杨丽的那个 那个普且信 最开始我觉得 好像没什么 当然我有我的观点 后来我一看 大家评论 哇塞 就是这么一句 简单的话 有这么多无数种解读 解读到 哇塞 这个 就是争论也很大 然后就有这么多种解读 后来我就发现 真的 是我浅薄了 面对众多网友 就是真的 它有不同的 不同角度 不同的解读方式 我都让我大 以后咱们有功能 再说这个问题 讲到女性主义 在谈这个问题 那好 那这修末就 就是这样 那好 这个观点 如果这个观点 如果修末的理论 是成立的话 自然科学就是毁灭 为什么 因为你自然科学的一切发现 你觉得你发现了这个规律 这不是世界本具的规律 是你自己发现的规律 明白这意思吧 因为你能不能 比如这个 这个事物是蓝色的 你能不能不通过感官 去证明它是蓝色的 人能吗 不能 你说我通过显微镜 各种显微镜 那你也是通过显微镜 你看到的 你不能证明 它本身就是 你没有一个 没办法是通过 不通过感官 来去证明它是蓝色 你没办法 这件事情 真的要走到极端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到底是不是客观实在的 我们无法证明 这就是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那么 休默在美学上 也带着他的怀疑和不可知论 彻底走向了 主观的美学 这个我们先休息 待会再继续 这是一堂 的 一堂中